我与迎风在流出几步 亲爱的小伙伴 欢迎收看《月儿的音乐匠》 我是小薇薇 最近河北恒水一小学音乐课上 一名五年级的男生 用戏腔唱《游山恋》的视频走红了 老师说 当时呢在上音乐课 放的歌曲《男生恰好会唱》 就让他唱了两句 一开口就惊艳了全场 我与迎风在流出几步 闪舍寒风吹动我冲突 我说《游山别哭》 我带你住 我请一句我带你住 小男孩唱起歌来 声音轻力婉转 质朴的眼神当中 又闪烁着光芒 这才是被电视问过的嗓音啊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嗓子 未来可期啊 小男孩不是第一个 在教室里唱歌 走红网络的小学生了 说到在教室唱歌最火的 那一定是寒甜甜了 只因一首教师版光年之外 就火遍了各大短视频平台 她的歌声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甜美 清澈明亮的嗓音不带一丝杂志 表情认真投入 虽然没有过多的技巧 但是她却能够做到收放自如爆发力超强 她同声中的干净清澈也是吸引了不少网友点赞 走红之后的韩甜甜也是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先后与多名音乐人和网络歌手同台献祭 并且不落下风 尤其是参加百变达人演唱的这首《飞云之下》 更是让人回声起 除了以上两位小同学 还有很多的教室唱歌好听的学生 他们用学校劣质音响唱出百万挑音诗的感觉 有的竟比原唱还好听啊 别浪漫的哭歌 你也轻轻的符合 一直决定着我们的选择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一杯对夜情四天 我的眼里都是你 天天秘密有了外来米 对你说我喜欢你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